做鲸鱼还是四川人有一套 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个鲸鱼呢 可是一道非常经典的传统川菜 可能很多朋友都还没有吃过哈 四条还没有数过朋友的鲸鱼 先给它打整干净 处理干净的鲸鱼来切一下 就这样子给它片开就行 这个老扣的话就不用要了 因为没有什么肉 再放到清水里面给它清洗 洗一次 片开过后就能够洗得干干净净的了 配散的姜葱 胡椒粉 花雕酒 底味稍微重一点 活断活断的才能保证腌制入味 再来上一点姜蒜末 再来上二两太活豆豉 今天我们做的这道经典川菜呢 就是豆豉巨鱼 我们用的这个太活豆豉呢 是四川百年的老品牌了 它用来炒回锅肉 盐煎肉 肚麻婆豆腐是必不可少的 做豆豉巨鱼呢也是超级的香啊 这个豆豉大家都知道 平时煮菜的时候基本上都会用到的哈 现在呢咱们也正在给大家搞活动 像我手里面拿的这个豆豉哈 一包的话是二两一百克 九块九到手一共五包 百年老品牌正宗四川太活豆豉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视频下方的链接直接去购买就可以了 这个囤上一份家里面吃 并不可少的 就算你平时不吃豆豉巨鱼 回锅肉麻婆豆腐这些菜 你总得吃吧 总得要放豆豉吧 锅里烧油 巨鱼的话给它炸一下 油温露成热下巨鱼炸 先用大火快速把表皮的水分炸干 这样子方便定型 表皮炸干定型过后 我们转中小火 给它慢慢的沁炸 把骨头都炸酥 巨鱼全部炸酥香过后 先捞出来控油 锅里留点底油 先下姜蒜末 蓝香过后下太和豆豉 再来几口干花椒 豆豉炒香来点海椒面 一丁点鸡精 全部蓝香关火出锅 炒好的豆豉淋在鱼上 再给它放入高压锅里面 盖上盖子 上漆过后用小火压15分钟 一转眼巨鱼就已经压好了 把巨鱼捏出来装盘 再来舀上一点豆豉 最后的话给它甩上几口性感的冲发 就可以上桌开吃了 咱们今天的豆豉巨鱼就做好了 蒸子做出的巨鱼特别的酥香 每一口下去豆豉的香味也特别的浓郁 经过高压锅压锅之后 吃起来它就不会是那种很酥很嫩的感觉了 每一口都化脏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这种 有时间的时候尝试一下这道经典川菜 不喜欢的也就只有免费看完 撒钩了 这种豆豉巨鱼下酒应该一点 他说你说好香它就带在你的室 连刺都一起吃它这个 因为小巨鱼炸的很酥 不要啦 放这里啊 炸了过后蒸的 哎呀 很久很久以前在这宴席上面啊 嗯 就有这种豆豉巨鱼啊 也不是豆豉 他就把这个鲫鱼炸干了 炸了蒸的是不是 没有蒸就要吃干的 鲫鱼不是嚼干的吗 就要嚼干的那边现在下酒啊 真的之后它就会酥烂 就会回软 有烟有味的 下酒也可以 说实在来这豆豉巨鱼吃起来的话 就有点贵了 撕鱼如果是普通的红烧的话 或者从此巨鱼的话 要稍微大盘 这个豆豉巨鱼有了低劲 这个豆豉巨鱼 我也给你口感吃 哈哈哈哈 他要看着香 他要问一下 他要做不得吃 你不要吃这么香嘛 你看吃它这么香 它都流口水了 太香了 哈哈哈哈 我要给你吃点饭 吃点大米饭吃几盒来